1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台版天堂M6月14号的更新内容 由于本周更新内容相当的多 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跟帮各位简单的科普跟分析一下 好那记得点赞订阅我的影片 前面几个12345 全部都是例行性的每两周更新的台币商品跳过 我们从这个礼包开始看吧 塞巴斯帝安的补给箱 本周的周间礼包2000赚可以买8包 里面内容物有卡包一包古典卡包一包硬币箱三箱 以及塞巴斯帝安屏站 现在买这种礼包如果没有关键特殊道具的话 就是看什么看凭证 我们先看凭证 凭证制作 卡包 收藏品选择箱 守护石 文药 基本上都是一般性商品 他没有我们期待的什么 50 70 100万的硬币制作 还有特殊的粉卡制作 或者是特殊特殊的卡片 比如说黑兔少女制作 都没有 所以我把它认定为一般性的凭证 他也不能塞收藏嘛 所以是一般性的凭证 那里面内容物也是一般般 所以我觉得这个礼包可以先占 不要急着买 不是说不买 你们可以等到周末礼包出来之后 再来判断周间好还是周末好 选择一个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因为这周礼包很多 这周礼包花的地方很多 所以你们自己要控制预算 好 我们看下一个 盖亚知识包 我们简单看一下本周的制作 首先本周终于开放了 我们的硬币制作 变身硬币120万 跟魔法娃硬币120万 分别兑换的是 钓鱼上年保罗 艾尔芬拉班海洋哈维 骑士帕克老虎 每一张卡都只能做一次 一个账号 好这个如果你缺的话就尽量做好啦 不要想着说 这个有机会拿到碳到 我跟你讲 得不到的人 就是怎么抽都得不到 不如直接把它做出来 像我玩那么久 碳那么久 只玩拿那么久了 我还是没有这两张 真的得不到的人 0到1很难 你直接做出来 比较比较直接 再来这个第二个视频保护卷轴 100张88个袋子 先不要认为他很削 很佛 削烂 没有 他实际上让你进化成 升阶的 那个商城视频 但是他要是几率成功 所以 所以你们先确定好几率再说 如果只有5%或10% 我是觉得 就省下来吧 省下来吧 然后这个视频保护卷轴 他是防暴卷 千万不要去点视频 除非你的视频 只有加4以下 还可以勉强点一下 因为几率还ok 加5祝福 或者是加6以上的视频 我劝你们就不要点了 因为他的几率成功率 非常的低 可能只有 个位数的% 甚至只有1% 1.5% 就是这么低 我之前试过上百张卷轴 去点 那个戒指 都没有成功过半次 所以你们自己斟酌一下 虽然不会爆 但是你这看他失败也是很不爽的 好 崇祯福可以制作是真系列的蓝变 然后本周的周末制作是加6跟加7的印章 这个周末制作都是1%成功率 都使用非常少的材料 但是你们记得一样 因为你认为他很低 所以你就会疯狂的制作 做到上头 结果回过头来发现 我怎么做这么好几万赚了 你没发现而已 千万不要这样子 你会做超过他成本 加上礼拜的守护士150个 他的成本价值大概是25000赚上下 有人做到3万多赚 还没做出来 还有还认为说可惜 不是可惜 你买都不 你买都超过了 千万不要去拼那种超过成本的事情 好再往下看 本周的商城制作 爱欧丁最高符石 紫色符石 以及传说卡片选择箱 这是特殊紫卡都只能抽 不能核不能转的卡片 你们自己思考一下 因为他非常的贵 所以这个有能力的人在做吧 好我们赶快跳过看下一个 呃神秘商人凭证 神秘的商人交易品箱 这个东西也非常厉害 因为就是韩版那一波那两周 让所有的客长 他们的饰品全身家务以上 就靠这一波 因为里面你只要心有余力啊 就是把它买好买满 因为他会给10张祝福的欧临四瓶卷轴 不会退 也不会爆 只会维持跟提升 然后几率也比较高 这个有能力的人就把它买一买 然后他的凭证呢 还可以再做成最高级的变身抽卡包 欧临的痕迹 他可以直接换成 他可以直接抽到 英雄卡池的四色 还有 有机会抽到紫色 这次机会商品啊 所以你们有需要的人可以买这一包 应该说有能力的人一定要买这一包 好再看下一个 马勒帕的饰品包 我们才刚讲完两天不到 海版专属的饰品大补包又来了 那这次做的调整就是他把金额砍半 数量乘以两倍 16包 那这个也是让大家在预算上面更有余裕 而且更能控制一下 可能买超过是他不想买2000赚 他想买1000赚的话 可以用这个来买 那这个我就不分析CP值了 因为就是量力而为 而且你有需要什么再点 还有伤成TJ嘛 别忘了 好再往上看 本周的活动总览 我们看一下重点 职业优化 第一个 本周职业优化死神王族 骑士 狂战 枪手 龙斗 黑妖 暗骑 圣剑 雷神 唯独没有当前的meta版本 法师 跟妖精 那这次更新蛮多的 你们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狂战士的黄金盔甲 可以在工程区使用 但是注意一下 他只能使用 黄金盔甲的buff能力 但是不能使用他的debuff 也就是说不能嘲讽 周围的人不会被嘲讽 但是你会有 黄金盔甲的强化能力值 这边特别注意一下 看一下怪物图件 特别是他可以使用 直接完成按钮 那这个就是花转 再往下看一下 怪物图件支援箱 里面的东西 这是每日的基本任务 每日任务 特别注意一下这边 额外获得的商品 他是有机会一个都不得到 这边红字很小 有机率不会获得任何商品 然后再来 本周的大师大会战 魔族之地 上礼拜是IOD 这次换魔族之地的 必定掉落神话材材料 也就是心脏 好这边本周魔族 应该是抢翻天 再来潘朵拉的保障图 这就是每天的活动副本 进去之后 有四个东南西北 四个魔宝箱 让你去开启 这个很简单 不用动脑 进去就直接挑一个开 平感觉走 然后里面就获得一些 基本的消耗性物资 好 再来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 因那德烈的凭震 终于有了 韩版好像一两年前就有了 台版终于现在开放了 不过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这时候刚好我们的水平都多出来 而且有总比没有好 能塞就塞吧 各位 塞好塞满 再来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欧灵的痕迹第二季 重新开启新挑战 本次的欧灵新增了5个新技能 以及困难模式的挑战 如果你能在困难模式一到十关完美通关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欧灵专家的称号 扔过就消失了 OK 然后这个欧灵 凭震就是帮我们把饰品的卷轴 再次强化我们的饰品 搭配刚刚的1490本次活动 基本上台版有课金的课长 全身饰品应该都会加舞起跳 这边就是一波大提升 然后再来最后是名誉金币的商店 最佳三种新商品 顺便是守护石 盛水大 以及欧灵的对视频卷轴像 又是欧灵卷轴 所以这两波欧灵卷轴 海量出清 你们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珍惜 让你们的视频 全部加5以上 甚至加6加7加8都可以 然后本周移民正常开放 好 这就是本周6月14号台版的更新内容 如果你有想要 应征我的欧灵勇士的话 欢迎私讯我的LINE 或者是脸书粉丝团 或者是IG开放暴民 好吧 好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直播上 或影片下方跟我联系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拜拜